我国移民的百万富翁人数居然是世界第一 根据最新数据啊 18年我国百万富翁移民数量是1.5万人 比上一年足足多出了5000人 曹德旺曾说富豪移民是最大的资产流失 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移民 如果这些人平均身家是1000万 那么每年将会有10万亿的资产流失到国外 这相当于是我国每年GDP的八分之一 甚至超过了烟草税 普通人移民或许是为了赚钱和更好的教育 以此来改变命运 可你有想过这些富豪是为了什么吗 阿捞这家火锅店就算你没吃过也一定听过吧 历经20多年他从四张桌子做到了火锅界老大 可创始人却从四川人变成了老外 这事儿可以说是皆因上市而起啊 在成为国民品牌后 阿捞的创始人阿勇想要继续扩张自己的餐饮帝国 于是很自然的就考虑起了上市融资 但国内A股对于餐饮企业的审查极为严格 流程还特别繁琐 于是阿勇就打起了去香港上市的算盘 内地企业想到香港上市有两个方式 一是直接以内地公司的名义向港交所申请发行登记 但因为两地的税法不同啊 因此直接上市成本高时间长 所以这个方式阿勇觉得不行 那么试试看间接上市呢 也就是借壳或者造壳上市 先解释一下借壳 比如说我是一家卖油条的店 生意很好啊 想上市 你呢是一家卖豆浆的店 虽然上了市 但生意不行 于是我就趁你股价低 买下你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拥有了豆浆店的控股权 然后搞个豆浆油条套餐 这样呢我的油条店就借你的豆浆店的壳上市了 但或许是没有物色到高性价比的壳吧 阿勇也没有选择这条路 那造壳行不行啊 造一家空壳公司的成本 比起购买一家上市的豆浆店的成本 可是要低得多呀 所谓造壳就是我在国外重新注册一家公司 而这个公司什么也不卖就是个空壳 但这个空壳公司却拥有我在国内油条店的全部股份 用这个境外的空壳公司再去香港申请上市 就容易的多了嘛 哎呀还是不行啊 国家为了防止企业在国内赚到的钱留下海外 早在06年就设立新规 国人在境外注册的公司 收购国内公司这种操作 必须通过商务部审批 而至今还没有一家公司通过过呀 哎那我变成外籍商人 换了身份再来收购国内的企业 也不就行了吗 没错 所以接下来摆在阿勇面前的问题 就只剩该选哪个国家去移了 阿勇最终选择了新加坡 这个被称为合法避税天堂的国度 在新加坡 个人所得税最高不超过20% 企业所得税最高不过17% 还没有资本利得税 没有遗产税 最重要的是 新加坡对于海外的税收是免税的 但想省钱的阿勇啊 学历不高只能走投资移民 于是你就发现 12年新加坡开启了第一家阿勇 5年后阿勇便顺利移民 随后他用在当地造的坡 运购了中国境内的阿勇 再用新加坡这家公司的名义 向港交所申请发行登记 18年阿勇顺利上市 阿勇家族身价标志530亿元 起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9名 而仅仅一年后 身价便又翻一倍 成了新加坡首富 当然啊 像阿勇这样做的不止一家 大S的婆婆在峭江南上市之前 移民到了圣基茨 SOHO中国在港上市前 潘石屹将所有股份都转给了香港籍的老婆 代比如周黑鸭老板 在港上市前 也将所有股份都让给了外籍的夫人 虽然我也认同在祖国赚了钱 就应该回馈国家回报社会 但未经他人苦 又如何能劝他人善呢 移民与否始终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当自身处于同样境况时 可以像马化腾 马云 曹德旺一样 做一名中国的企业家 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人 对于富豪移民 你怎么看呢 这里是猜猜说 算是说你听得懂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